民国女神徐莱珍贵老照片,六公粉带无颜色,回眸一笑百媚生。 徐莱,1909年出生于上海,六年由于家境贫困,年仅13岁的他进入渣北一家营商担长上班,后来家境越来越好,才得以入学接受教育。 当时,18岁的徐莱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,含苞待放,考入了李锦辉主办的中华歌舞装科学校,毕业后加入了明月歌舞团。 徐莱的表演和歌舞虽不精湛,但她的灵动和美丽为她加分不少,获得很多观众的喜爱。 早年凭借一部影片残春而一举成名,现在来一组民国女神徐莱珍贵老照片,一起见证她的美丽,六公粉带无颜色,回眸一笑百媚生。 这句话来形容徐莱的美丽也不为过,家人的一颦一笑,极具魅惑。 徐莱一生有过两次婚姻。 第二任丈夫是国民政府军委,会终将参议唐声明。 他与军统有名女客户张素贞一起被秘密派往南京打入汪伟政权卧底,并收集情报的唐声明常驻。 在南京和上海,徐莱善于交际,与汪京卫夫人陈碧君,陈公伯情妇莫国康党人很快熟识,莫得了不少汪伟核心层的重要情报,然后再告知唐声明。 不得不说,徐莱是天生的交际化,美丽和智慧并存,被誉为最美的军统女特务。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魏京云曲不得转载,图片来援护缘网,版权规所作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